上一集我們到過斯洛文尼亞的布萊德城堡和壁湖 今集我們回來黑羅地亞來到十六湖國家公園 我們現在買票去十六湖 入獎費 啊 希仔 為什麼十六湖國家公園會被稱為十六湖 因為它有十六個大大小小的湖泊組成 其實它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普列泰維切湖國家公園 是黑羅地亞最著名的自然景觀 它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歐洲狗寨溝 原來這裡有蝙蝠看 不過它寫警告 Want to enter at your own risk 所以我們去做蝙蝠盒 哎呀 希仔 會不會有事的 蝙蝠好像會吃人的 你們不是生人生蛋 你看得太多殭屍片 這些蝙蝠是吃果實的 它還有什麼路線 真的沒降低 這裡 biib 我們別妨礙著它睡覺 我們進去看看 嘩有的 主動棵 有點鏡頭黑色 到處環境 被陰影嚇到了 有很多蝙蝙蝠 有腳軟 沒事了 幸虧的沒有死 那讓我們慢慢一上16湖景色 嘩,這裡的瀑布好漂亮啊 你看看 咦,這麼有趣 你拍到流水好像雪一樣 這一張的曝光時間是三十分之一秒 只要利用長時間曝光拍攝 流水就會有這麼特別的效果 另一張就用了八百分之一秒 就會清楚看到流水的水珠 咦,是不錯的 在這裡的空氣都靈寫清新的 先吸一口 我們終於來到十六湖的下湖區 來到這個大瀑布了 嘩,真是好宏偉啊 不過因為現在是冬天,是旅遊淡季 所以這裡正在進行維修 不過我們就這樣遠距離望 都已經覺得這裡很震撼了 我們快點走,還要趕船 錯過了這班船 就沒機會乘回程的接駁巴士了 一路坐船,一路看風景,一路吃包 感覺真的很像野餐啊 咦,這麼快就到了 到達上湖區 上湖區和下湖區各有不同 上湖區和下湖區各有不同 上湖區比較多森林樹木 下湖區地勢就起伏較大 處處都是急流 景色比較多變化 所以如果大家時間有限 我建議大家重點欣上下湖區 順帶一提,這裡很長時間都不會有洗手間 加上這裡有紫沙拉的瀑布聲 所以如果你急的話 嗯,我也幫不了你了 讓我幫你拍一張沙龍 嘩,很有感覺 這個時候已經很晚了 就連最後那班回程巴士都已經開出了 一早叫你不要走得那麼晚 不過幸好,中途走一下 撞到當地的積卷 車回我們去正門的入口 否則今晚實在這裡人在野 差不多晚上五點了 我們終於走完整個山了 哈哈,很辛苦啊 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之旅 終於都來到尾聲了 我們一天一個地方 先後遊走薩格勒布 羅布爾安娜,碧湖 和十六湖國家公園 真的很難忘啊 多謝你看到這裡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再見到大家 拜拜